今年毕业季刚好碰上本土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让28万名社会新鲜人求职碰了币 我们来看到足迹总处公布了6月份失业率 标迫10年来新高 而根据求职网的统计 发现今年毕业生因为担心找不到工作 不但这期待薪资下救了4% 所向往的职业也大多选择公职或者是金融业 打开熟悉的平板电脑毕业不久的JoJo 原本在平面设计公司上班 以为找到理想又稳定的工作 从没想过碰上疫情 自己瞬间会成了被资钱的人 因为投保未满一年领不到失业给付金 也不适用现在的新鲜人索困方案 很担心会找不到工作 而且我又是北漂上来的 其实我就是经济压力方面其实蛮大的 今年毕业季碰上本土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28万名新官士带新鲜人 面临8年来最长的待业期 找不到工作又得面临房租生活费 日子真的要过不下去 韩话政府能赶快普发寻职津贴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害怕外面工作比较不稳定 所以又决定要回去重考公职的部分 根据主技术统计 今年失业率1到4月维持在3.7%以下 5月份暴增到4.11% 6月更来到4.8% 一个月就新增了8.1万人 找不到工作 失业率破10年来的新高 求责旺也发现新鲜人拼命投13份履历 只有三家公司会回复 大家担心找不到工作 或是被资浅向往的职业 大多都是公职和金融业 转趋稳定保守 只希望随着现在国内疫情趋缓 能明显提升各行各业的职缺数 不要让毕业潮变成失业潮 接着杨文豪台北采访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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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